8月20号正慢慢进入赏花高峰期了 前往复理60时山车辆也越来越多 复理乡农会表示 目前平均每天有200台车入山 农会和业者也期盼观光可以持续回温 接续暑假的赏花高峰期 停车场停满接驳车 也出现大批赏花人潮 这里是复理乡的60时山 现在应该要出现大量的人车潮 不过自从0918大地震过后 以及速花交通不稳定 严重影响到花冬的观光活动 造成了山上的业者苦不堪言 就两句话很惨 因为都没有人吵 而且今年的话就是整个花季整个延后 因为在七月六七月的时候都没有下雨 所以说那个竞争今年的话也是长得不好 虽然说近期有人车潮稍稍回温 但还是不足以打平生活 花期延后暑假又要结束 真的已经想都不敢想 只希望游客可以来 现在路况都很好 每天也都会有寻守队寻守路况 只希望中央政府重视北区的观光之外 还有花莲最南区的观光也是继续调整 在补助除了柳花补助之外 包含就是店家的补助 我希望说在政府方面也能够得到一些补助 多多少少不要说这个花季就靠这次花季生活 然后下一都没有也没有游客进来 对啊就生活当然是过不下去了 今年我们花莲真的是受到地震的影响重创 我们花莲观光产业来的游客数真的是减少非常非常的多 大概只剩下四成左右吧 8月10号正式慢慢进入赏花的高峰期 前往富里六十石山的车辆也越来越多 富里乡农会表示目前平均每天有200台车辆入山 富里乡农会和业者期盼观光持续回温 接续暑假的赏花高峰期 记者高雄双副理商采访报道